各位人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台湾生活网 我是主播李云轩 首先带您来关心 为了推动陆港国家历史风景区计划 张浩县政府希望将周边的生态 产业 人文等资源整合起来 透过良好的交通动线与大众运输系统 将人潮带进地方 这天交通部厂务次长 齐文忠也率队南下视察 希望以绿色交通为目标 让民众看见不一样的陆港小镇 那在这次的报告里面 我先跟市长报告有关于我们 为什么要设立这个陆港转运站 那转运站设置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我们镇内的接驳问题 交通部厂务次长齐文忠 率队视察陆港国家风景区计划中的 绿色交通计划 及南门户地下停车场计划 实地了解陆港地区交通建设 四个大的城市三个北中 占了三个 所以我们把绿道艺术 从彰化市串联到河美串联到陆港 这个都是我们彰化市串联到河美串联到陆港 这个都是我们的彰化市串联和最精华的地带 可以跟台中整个这样的绝运网路串联起来 基本上要的金融不是很多 但是对于我们陆港国家 河美为了的发展 交通艺术的发展 影响是很大很深的的 所以在这里希望屋里面能够支持 北屯文新日线延伸到彰化之后 希望再继续延伸到彰化之后 希望只需再有其他的轨道系统延迁进来 我想就按刚刚我们副市长的说法 那在走程序之前 我比较建议我们运数研究所的区域研究中心 因为他有一批当地 熟悉当地业务的专业人士 大家在互动一下 选定我们的路红 选定我们的站位 还有选定我们的形式 还有接种方式 那包括刚刚刚大家关心的反应在 我也建议不妨的也让我们运数研究所的区域研究中心 在协助政府我们再做一次的一个解释 选到一个最实的 因为今天的决定可能要存在我们这个地方 很长很久影响层面是很长的 交通部常务次长率队 县刊路杆转运站预定地 路草路一段田楼公周边道路 集路杆国中周边道路和复兴古昌 路杆国家历史风景区 南门户地下停车场计划 同时视察县道仪式式部分路段 托管工程等 期望整合交通、文化、治水、观光及景观 结合周边生态、产业、联文等支援 规划良好的交通动线 与大众运输系统 建构路港地区、绿色生活 及便捷的交通路网 记者洪一泉、张花线采访报道